OK,这回往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兄弟们啊,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再次测试一下这个,在油管上直播,到底能不能行,昨天直播的时候,大家评论,前面,我就看到前面四五个评论,再往后的评论,我一个也看不到了。 今天我们就是测试测试,看看能不能不能说很流畅的直播,能不能将就将就直播,还有就是我的这个微信,微信视频号刚刚在做,然后要100个粉丝才能开动收益,我现在只有72个粉丝,还差28个,今天就在此求求关注。 诶,我看看我那个二维码,诶,找一找,上哪里去了,哦,在这里,对,就在这里,看是不是,哦,对对对,扫一扫,扫一扫就可以关注本王的视频号了。 欢迎来到本王的直播间,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哇,又跑了,现在又没人了吗? 我们继续说,啊,就是,扫一扫这个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本王的视频号了,或者直接在微信上搜索自由王vlog,也可以关注本王的视频号。 我们今天就这两个任务,一个测网速,一个求关注,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 哎,我调整,调整,这个怎么感觉有点歪呢?架子有点歪啊。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 这网速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吧?应该很流畅吧。 说句话,有没有人回应一下,让本王看看,能不能看到你们的评论啊? 哎,我,哎,什么情况? 看不到吗?反正,不知道是因为没人发表评论,还是我看不到,反正我这边是显示,一个也没有。 这个网速啊,也看不出来怎么样。 哇,都直播间都18个人了。 现在应该是在线的状态,因为看到能看到人数的变化了。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哇,18个人帮忙本王点点这个视频号的关注吧。 直接微信扫一下就可以。 或者微信里面搜也可以,我需要100个来开通收益。 目前刚刚在做这个视频号,需要大家的支持。 需要天使投资。 还需要,应该还需要20,20多个关注就可以了。 兄弟们。 哥哥姐姐们,小哥哥小姐姐们,求关注。 或者打开微信,直接搜自由王vlog也可以。 因为我现在全网全网的名字统一了。 都是自由王vlog。 海外目前我就做了两个平台啊。 一个是就是这个油管,做五六年了。 一个就是TikTok。 TikTok,今天刚刚开始做。 我上传了六个视频,这都好几个小时了。 一个播放也没有,一点流量也不推,太令我伤心了。 我想应该是我这边看不到大家的评论啊。 因为我这往上行有20多兆。 这个直播应该没问题。 但是下行只有四五兆。 有时候测可能一两兆。 有时候测四五兆。 有时候测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兆。 可能下行不太行。 所以我看不到大家的评论。 昨天就是这种情况。 昨天还能看到四五个评论呢。 然后后面都看不到。 今天这是一个都看不到。 我相信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人肯定有人说话吧。 肯定有人评论吧。 不可能一个评论都没有。 但是我一个都看不到。 兄弟们帮忙本王点点这个视频号的关注。 我们今天的任务除了测网速之外就是。 还需要20多个关注就可以开通这个视频号的收益了。 需要大家的天使投资。 需要大家的支持。 Help me。 我现在终于看到评论了。 加油。 谢谢谢谢。 感谢支持。 这是。 The. The. R. P.O.N.D. H.D. 我要学一个英语。 这什么意思? 我要搜一搜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难道是真的我的网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 就是刚才就是没有人评论吗? 哦。 养鱼的。 养鱼的。 养鱼的意思。 看这个怎么念的。 我把我的翻译软件打开啊。 这个应该是实时的吧。 加油养鱼的哈。 应该是实时的。 应该没有延迟吧。 那我这网只不过还可以吗。 二维码再绣出来一次。 好的。 我看啊。 好。 不过谢谢支持。 。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sir.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财富自由啊。 可以啊。加油。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支持啊。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 小哥哥小姐姐。 能帮忙本王点点这个视频号的关注啊。 微信扫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在微信里面直接搜也能搜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两个任务已经完成一个了。 就是测试网速看来这个网速还是可以的。 另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微信视频号的100个关注了。 我们今天来到油管求关注。 但是呢,我现在也看不到有多少关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那个。 另一个微信就在这个手机上。 现在直播的状态下就没法看了。 你和你爸爸说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多好。 是的,一家人就应该开开心心的。 现在我爸,我他无论说什么,我都表示赞同。 他说一家一等一三。 我就说,嗯,没错,等一三。 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就哄着他就行了。 点关注了,基本上你现在有网络你老家可拍的题材也很多。 是的,我感觉拍不完,根本拍不完。 有太多的题材等着我去拍了。 我有太多的灵感,也要展现出来了。 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忙。 这个网虽然已经通了,但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做。 比如说现在起风了,我就担心那个光缆会断。 我明天早上还要去把那个线再绑一绑。 该优化的地方再优化优化。 韩国一家就是吃饭不说话,那可是千万大V和自家农业野菜,韩国第一。 韩国人还有这个习惯吗?吃饭不说话? 这什么情况? 其实我挺喜欢韩国人这种的,吃饭不说话。 因为吃饭的时候你一说话,那个托墨星子乱飞啊。 有洁癖的人就受不了,我就不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吃饭。 免不了要说话吗?一说话,那托墨星子一飞,我就,哎呦,我心里个影,太个影了。 看来我很适合到韩国去啊,兄弟们。 哥哥姐姐们,小哥哥小姐姐们。 光整理的环境都是很好的主题。 是啊,别的不搞,我们现在网通了,下一步就是要把自来水通了。 自来水通了,然后厨房改造一下。 这个是必须要搞的硬性任务,其他的搞不搞都无所谓了。 其实我们那个自来水通过一次,是台湾人给我们通的。 后来那个水泵被偷了,那我小时候了,可能都快20年了。 水泵被偷了,然后他们村里面这几户人家就把,就把那个水管,水管这家结一段,那家结一段,都卖了。 真气人。我现在在通自来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管怎么搞上来,没有路,搞水管太难了。 你家的环境就是聚宝盆,多好的无人山谷,你可以素材优美。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但自然环境是可以的,人文环境嘛,这个就另说了。 因为韩国那个胖哥父母不会说自媒体还是少说多分享。 韩国那个胖哥父母不会说自媒体还是少说多分享。 少说多分享就是, 少口播,少口播,多拍一些画面嘛。 这意思吧? 目前六十人在线上看直播,你看信息的时间差约一分钟。 我这现在看是二十五个人,时间差有一分钟啊,这么长。 我那个乖乖,不过一分钟还好了。 将就能播嘛,将就能播。 只要在线就行。 能将就就将就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将就的。 这个这个网也是将就。 将就有,也就解决有跟没有的问题。 那就是直播没有时间差,信息有一分钟。 你刚刚说二十五人是准的。 现在是三十五人。 现在三十四人。 信息有一分钟,这个是可以解释的。 因为因为我这个网速嘛,我给你测一下,你看出来了。 测一下网速啊。 嗯? 你看,你测一下网速你就看出来了。 现在下行有十几兆。 上行有二十多兆。 直播上行应该没问题,就是下行。 可能不太行,网速有点低。 能测不出来吗?测不出来上行吗? 现在上行也有点低啊。 看多少,一个八一个是八还可以了。 我每次测都不太一样。 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我看现在直播间二十三个人。 直播真的没问题。 那就太好了。 太开心了。 韩国判歌是自媒体一个例子。 就是分享吃饭和不说话。 你可以看看,完全是十年来自媒体例子了。 爆红多金了。 现在。 好的好的,到时候下播了,我去观摩学习一下。 油管基本上二十一兆就能流畅。 那我这可以啊。 我这基本上就是上行可以有二十兆。 二十兆到三十兆之间。 有时候可能掉到十几兆。 不过基本上都能稳在二十多兆。 那这直播绝对没问题啊。 你说就是这个看信息。 信息有一点点延迟。 直播。 直播。 直播是。 应该是实时的。 有点想打嗝,今天晚上吃的泡面。 多直播啊。 谢谢你的山谷称带我。 好的。 以后有机会。 这个这个网看来没问题。 以后有机会就在油管多直播。 因为油管上这个直播,他会把直播内容就是完完全全的在上传到平台。 就是其他没赶上直播的人也可以也可以看。 也能有收益。 这个还挺不错的。 就相当于已经到底的那种感觉了。 加载不出来。 我看现在直播间剩十一个人了。 刚刚才最多的时候差点破百。 你刚才是指什么加载不出来啊? 天秀。 我看现在直播间是十三个人。 十三个人。 我们现在还有个任务,就是这个。 微信视频号呢。 关注,求关注啊。 兄弟们。 我估计,现在应该还差。 应该不到二十个就可以开通收益了。 每点关注的哥哥姐姐,小哥哥小姐姐们,公主仙女们。 王子们。 帮忙本王点点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关注。 。 油管这边基本上你拍视频,拍影片上传就好。 直播很少有人看,除非你是专业玩游戏的。 是的。 是油管,油管好像用户看直播的,没有太多看直播的这个习惯。 。 不要看如人数看你的设备呀,场地呀。 设备场地。 啥啥意思?我没有get到。 看设备场地吗? 就是这个。 光纤收发器它一直在闪。 它只要是绿灯,我就很开心。 就说明油管。 我就怕它哪天突然不亮了,我变红了。 那就问题大了。 微信只能关注你。 我刚刚传信息都是红色金太号。 微信只能关注你。 就是只只能关注视频号是吧。 传信息是红色金太号。 是是是什么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现在,现在主要也没法看。 因为。 因为我的微信就在现在直播的这个手机上。 我只能下播的时候到时候去看一下,看什么情况。 你,你要是想加我微信的话,到时候我看。 主要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我要知道的,我看我,我到时候私信你一下,或者你私信我一下。 你问我要一下微信号,看看我看到时候是怎么加。 这个微信,在视频号里面怎么加微信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研究研究。 你们家算微房吗? 可以收拾家吗? 可以啊,可以啊,在收拾,在收拾家之前。 我要先把自来水通了,自来水通了,然后先收拾厨房。 这是必须要搞的。 怎么私信你,就是就在微信上私信啊,微信视频号里面应该能私信的。 你,你到时候你就给我发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名字吗? The P-O-N-D-H-D。 我到时候我就知道是你了,到时候我看到,到时候怎么怎么加,怎么加你。 不走了吧,第一次回乡。 走啊,肯定要走啊,在这个地方待着,那不是长久之计。 我对这个地方没有一定年的感情。 在这个地方待着,人又完了。 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井底之蛙。 就是跟周围人的水平,现在拉到同一水平了。 被他们严重拉低了自己的水平了,兄弟们。 姐姐们。 所以,所以家里这一摊事搞完,我们一定要出去。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那不是陶渊明的故乡吗? 不是啊,不是。陶渊明那是何等人物呀。 周遭有天然资源,光弄一个翻修你的房子就能赚一桶金。 这个房子不好翻修啊。 主要没有路,什么材料运上来都很困难。 我想通个水拉个水管都很困难。 水泥什么的建筑材料想拉上来都很困难。 我觉得你很适合开吃播来自台湾的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啊,就是我对吃这一块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我从小到大我就不怎么喜欢吃。 17岁之前我连猪肉我都不吃的,吃了肚子疼。 我得吃兴趣不大。 但是在吃这一块好像就是流量挺大的。 大多数人都挺喜欢看吃播的。 我也要准备往这方面发展发展。 你的山谷不就是桃花园祭啊。 不是,我们这周围很繁华的,周围好多人的。 每天都有人上来的。 每天都有人来。 而且上来那些人很烦的。 就是喜欢往我们家里钻。 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怎么尊重人吧? 就是进来门也不敲,门也不敲,直接就进来了。 可以开吃播,农家菜吃播。 可以的。 以后等自来水通了,厨房翻修了。 我们就可以搞一搞这些美食以类的吃播什么的。 用现有的材料。 其实红土整理好,周边有树木可以做简单木工。 那些荒野求生博主都是用红土抹平。 可以的。 我们这里就是他们他以前盖的这种房子嘛。 他以前盖的这种房子,你看。 全部都是就地取材,这些石灰什么的都是山上的石头烧的。 全是就地取材。 他们以前全是就地取材。 抖音看见了,知道我是谁吗? 那肯定不知道啊。 那绝对不知道啊,乔治·奥威尔。 我曾经很久之前也用过乔治·奥威尔的头像。 那都在国内平台吗? 我单是用这个头像就直接把我给封了。 不用吃很多,只是。 我说的直播不用吃很多,只是很爱看你在疫情时躺平直播的那种。 我将来也准备搞搞那种试一试。 现在人压力很大,但你的气质很,很适合让人忘记压力。 是的,有很多人,有很多人都说就是看我的视频很解压。 就那一段时间,就躺平那一段时间。 现在,现在好像没有受到过这种反馈了。 最近,最近这好像有一年时间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反馈了。 自从跑完卖之后。 不要翻本眼白,直视热情,诚恳,你就是最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直播,谢谢。 翻眼白啊,我们这是社恐。 社恐。 那什么,也就是平常跟人交流说话,就是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吗? 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自从做自媒体以来,已经改善很多了。 就地取材就可以做翻新老宅博主。 你后面的背景老师说不是不好,只是单纯没整理而已。 是的,不过这个房子我并不准备大修大干。 因为这跟我没太大关系,知道了。 这个房子随时跑路的房子,这个房子我们也没有产权啊。 反正我们在这里,我无论干什么都是一种随时跑路的心态。 就是必须要搞的基础设施给他搞一下。 不搞不行的那种给他搞一下。 就是那个厨房,不是那个厨房是必须搞一下的。 哪怕明天就被赶走了。 是吧,就能用一天那也要搞一下。 乔治二位也在上海。 我们见过面吗? 自信,你和你爸爸都是大帅哥,有能力做自媒体。 谢谢,谢谢,谢谢夸奖,谢谢肯定。 自信,自信是一定要自信的。 我32岁活明白了。 我们宁要最傻逼的自信, 也不要最精明的自卑。 我爸听见你夸他是一个大帅哥,他肯定很高兴。 但是他对做自媒体非常反感。 也不,不是,不是用眼神就是给我眼色看,就是要么就是口头骂我。 要么就是准备打我那种。 没见过,在这边看过你,后面跑抖音也关注你了。 谢谢,谢谢,谢谢,关注。 那我的那个微信视频票,你肯定也关注了。 你这么说,我猜大概率99.99%已经关注了。 是农村人赶走,赶考走了很远的人生。 我们都要合合活着。 是的,只有农村人才能理解农村人的。 城里人永远不可能理解,理解我们农村人的。 你得有一个定位来更新视频,看你吃东西煮饭菜。 我真的觉得很简压,台湾的年轻人压力也挺大的。 难道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通人的压力也很大吗?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得以后有时间搞一点美食视频,解压力一类的视频,还要是要搞一搞。 都是农村人在山海打拼。 握个手,握个手兄弟。 你要把韩国胖哥的爸爸给你爸爸看看,那家人十年如一日的吃饭,成为韩国自媒体一个奇葩特例。 我又说了一遍。 我记住了,我到时候一定看一看,一定给他看一看。 不过我光想象一下就很害怕。 他肯定,我老爹肯定对我吃之以鼻。 我肯定是要去看一看,去看一看,学习一番。 吸收海内外的全部经验,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入到我的视频当中。 台湾的房子非常贵,被建商炒得很高。 好吧,我还以为只有中国的房子贵呢。 不过现在大陆的房子就很多地方已经跌得非常狠了。 有的跌30%,跌50%,而且很多地方的房子就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 你卖再低,你不要钱卖给别人都没人要的状态。 台湾确定好地方,唯一就是房子很多人买不起。 台湾的房子我觉得还是可以买一买的。 大陆,大陆,就算我有钱我也不想买房子。 买了房子也只有70年产权。 台湾的房子最起码是永久产权啊。 我喜欢台湾,我姥姥就去台湾养老。 欢迎你们来巴黎玩。 巴黎,原来你在巴黎看我直播呀。 看来本王的确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人物了。 我们这里有巴黎的,有台湾的,有上海的。 台湾我还没去过来。 我曾经还想偷渡台湾的, 但是看了网上前面几个案例, 偷渡到台湾的都被遣返回来了。 那就太可怕了。 所有能偷渡的地方看来就台湾最容易, 抱一个篮球就游过去了。 但是就是会被遣返就很难搞。 我又回来了。 呃,现在,现在,现在走线它的, 越来越高了,费用越来越高了。 而且, 就算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看,我看,我看, 我看他们之前去的很多人生活过的也很不如意, 很苦啊, 比在国内还要苦呢。 。 卡了, 我推出来再进来看看。 这刚才是卡了两下, 也没连接。 有空来台湾玩, 我有朋友在天津工作。 你们那儿现在, 自由变质的, 我很了解你们墙内的事。 大家毕竟同温同种啊。 我们也对台湾的事情很感兴趣。 我想台湾的人对大陆的事情也应该也很感兴趣。 我们这儿不是自由变质了, 是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过自由。 我是台湾人, 台湾确实自由民主, 跨越阶级容易, 只要你努力。 对, 只要有就是自由和民主最基础的就是财产权。 是吧? 大陆这边没有的, 没有的。 最好的就是城里的房子有70间产权。 现在农村的房子没有产权的。 就是不能商品化的, 不能买卖的。 耕地也一样, 耕地我们只是租的, 租的地而已。 我们是承包的地,租的。 大陆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耕地的。 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住宅的, 属于自己的住宅的, 没有的。 不要怕, 哪里都养爷, 你做自己就可以。 是的,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也许投, 投什么? 不知道有哪里可以投了。 台湾是烂地方。 此话怎讲? 台湾可是我们华人心中的民主灯塔, 自由之光啊。 给你爸爸带好, 他要幸福感一些, 因为你是科隆他一样, 看你走来走去, 他心里是幸福的。 这点我倒是没发现, 我就发现他天天想揍我, 天天看我不顺眼。 他现在好像听见我说的话了, 然后关个门就很大声啪一下。 我听到外面起风了呀, 这外面的风一起我就很慌啊, 我的线。 在大树之间摇晃啊, 就很担心, 很担心。 我们直播间现在52个人了, 太好了。 我现在要宣传宣传我的这个 微信视频号, 哥哥姐姐们, 公主王子们, 小哥哥小姐姐们,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微信视频号点点关注。 我需要100个人来开通收益, 100个关注开通收益。 我们现在已经有七八十个人了吧。 再有十一二个哥哥姐姐点点关注, 小哥哥小姐姐点点关注。 我们就可以成功开通微信视频号的收益了。 。 抖音直播吧, 两个破墨镜。 你要给我打赏两个墨镜吗? 不是,你要给我打赏两个墨镜的话, 你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头条或者西瓜呀。 不如直接给我赞赏呢? 抖音直播它还要扣一半呢? 两个墨镜你花20, 我只能拿10块, 平台拿到10块。 西瓜头条赞赏的话, 就是你打赏多少我就能拿到多少。 油管这边还好一点, 油管这边平台只扣30%, 我能拿70%呢。 没事你的线弄得很好, 有闲的时候你经常检查线路。 是的, 凡是有闲功夫, 我这线路要经常走动维护一下。 该升级的升级, 该优化的优化, 该绑的时候绑一下。 热气球。 别讨好这些破人。 啥啥呀? 啥意思呀? 没有get到啊,兄弟。 兄弟们, 姐妹们, 大哥大姐, 帮帮自由网点点微信视频号的关注吧。 只需要100个人就可以开通收益了。 对了, 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 就是经过6个月的奋战, 我们在油管终于凑够了100美金的收益, 下个月就可以提现了。 油管挣钱太难了, 在流量收益6个月, 6个月才挣了100美金。 太难了, 太难了。 分享你的世界吧, 那些朴实的生活最美。 我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 就是, 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分享一下我的世界。 就是以前那种方法, 实在是不行, 做这么多年了, 就是效果不好。 我们是时候考虑转型了。 张凯能一直支持我, 谢谢, 谢谢张凯能支持, Thank you。 开就刷。 OK, 没毛病, 等到时候我们油管下播, 我们就去, 我就去, 我们, 我们开抖音不就, 不就为了挣钱吗? 是吧? 明羊, 谢谢, 加油, 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实现财富自由, 兄弟们, 姐姐们, 小哥哥, 小哥哥, 小姐姐们, 不要打你的羊, 我九岁就放羊, 如果不是学习好, 我就是放羊妹, 我从来不打羊的, 因为我压根就不放羊, 我能从一个放, 小时候放羊, 九岁就放羊, 然后学习好, 通过, 通过这个读书这条路走出来的, 那的确是很不容易, 很了不起, 你点个大大的大赞,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什么, 什么等一下, 你这个英文名字怎么念, black dog care, 是这么念吗? 首先, 那不是我的羊, 其次, 我从来不打羊, 本王一向宅心仁厚菩萨心肠, 经常自己感动自己, 我是好人, 老实人, 我从来不虐待动物, 看到动物受伤害, 就好像我自己受伤害一样难受, 我们家的羊, 就是被我老爹卷起来, 关小黑屋没有自由, 我都很难受, 刚把前面快进完到现在, 兄弟, 你这真爱粉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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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支持, 那你肯定已经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了吧, 我现在需要100个粉丝来开通收益, 你打的那一次, 你对羊不好, 我是放羊的, 我知道不爱羊, 你打的, 我印象中我没有啊, 老陈来了, 欢迎, 欢迎老陈, 欢迎老陈, 见到老陈太开心了, 老陈现在, 加拿大现在已经, 现在应该是早上了吧, 时差24小时, 现在应该, 应该是早上, 上午, 你在地球的这一边, 我在地球的那一边, 是早上, 不知道你那边是现在几点了, 你现在, 在在在店里呢, 在家里呢, 显示器怎么坏的, 可能受潮了吧, 就这个显示器, 坏好几年了, 修修两次没修好, 又给我弄回来的, 里面元器件被他修的乱七八糟的, 我估计不大可能修的好了, 而且我那个硬盘里面, 还有拍的很多素材呢, 搞不出来了, 很遗憾, 有些素材我都是, 拍了好长好长时间, 有一年的时间, 都弄不出来了, 太遗憾了, 在家里复活节给自己放假三天, 我自己给自己放假, 这可太舒服了, 老陈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当时我最喜欢看老陈回复别人的评论了, 别人无论怎么误言会语, 怎么恶言相详, 老陈总能非常幽默的对回去, 你要爱你的羊, 你的daddy, 你的山谷, 希望你做自媒体更上一层楼, 直播多谢, 谢谢, 谢谢, 那个, 那个怎么说呢, 这个山谷, 这山谷, 这不属于我呀, 这个不能, 这个爱不了, 你的, 我的老爹是可以爱一爱的, 自媒体也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直播以后我们, 现在直播挺流畅嘛, 我们也会在直播, 呃,这个游户上多多直播的, 当然的服务会直接换新的, 没有, 他有一个保修期, 有一个保修期, 这个早就过了保修期了, 过保修期都好几年了, 他不会给我换新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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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是在国外吧, 国外的服务是很好的, 大陆, 跟, 跟, 跟世界不一样, 这苹果手机的售后服务, 跟全球其他地方, 那, 也都是不一样的, 方方面面都不一样, 自由王是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没有get到性情中人是, 他究竟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始终没有get到, 我始终不明白性情中人这四个字, 我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播了四十七分钟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so happy呀, 越播越开心, 兄弟们, 越播越起劲, 本来直播之前都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现在感觉很兴奋, 国内也可以的, 只要保修期内, 他们客服也不管具体是怎么坏的, 主要这个电脑已经, 显示器已经过了保修期了, 他保修期好像是一年吧, 我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问题, 他就一直想, 显示器对上方有个部分一直想, 我就在网上搜, 为什么那个地方想, 人家说就是受潮了, 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后来, 刚过保修期就坏了, 我这个快快, 气死我了, 性情中人代表你处世中肯, 明是理, 明是理, 那绝对的, 我本王32岁已经活明白了, 那绝对明是理的, 那我明白这个性情中人的意思了, 看来张凯能是本王的真爱粉啊, 张凯能是相当了解本王的, 来吧, 来吧, 凯能兄, 握个手, 还回上海吗, 回, 还回的, 我们坐等上海富婆的召唤, 只要上海富婆一句话, 我们立马杀回上海, 所谓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 明明理, 感觉好有文化, 好高深的感觉啊, 握手握手, 我现在看不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关注量, 我估计现在应该已经够了, 我们油管的粉丝, 甜粉还是相当多了, 粉丝年性是相当高的, 秦桧的粉丝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太喜欢听老陈说话了, 我知道老陈跟秦桧是校友啊, 我怎么知道秦桧的, 就是翻墙之后才了解到知道这个人呢, 那个时候在墙内, 就是刚刚初中毕业, 就天天在想, 妈的, 为什么我们农村人, 我们农民这么苦,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就带着这个问题, 就一直在求之, 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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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了十几年, 直到学会翻墙之后, 油管的这个算法这个机制还是很懂我的, 直接就把秦桧推过来了, 一推过来, 我得个乖乖, 这就是我想要的, 醍醐灌顶啊, 兄弟们, 一下子就明白了, 之前在墙内每天感觉昏昏沉沉的, 晕晕乎乎的, 大脑都是一团浆糊, 搞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了秦桧的学说, 演讲, 醍醐灌顶, 立马就清醒了, 兄弟们, 立马就变成性情中人明事理了, 秦是武汉学校出来的吗? 不是, 他好像, 好像是哪个学校来着, 蓝州吧, 蓝州大学, 他是, 他本身是广西的嘛, 好像文革刚刚结束, 然后考大学考到蓝州了, 他当时, 他跟的是, 那个叫谁来着, 姓赵, 叫什么, 我忘了, 他就是专, 专门研, 研究农民学的, 研究, 自由王是担心吗? 没看到你吗?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 刘仲敬是武汉出来的, 还有个一中天, 是的, 刘仲敬太有意思了, 先知道秦辉才知道刘仲敬的, 我觉得这个顺序不能乱, 一定要先看了秦辉的学说之后, 再看刘仲敬, 这个顺序要是乱了, 就很容易出问题, 面摊问题解决了, 全部恢复健康了, 是的, 早都, 早都好了吧, 基本上看不出来有面摊的后遗症啊, 基本上看不出来, 那个面摊的药我还, 我还在这呢, 就维生素, 维生素B1, 维生素B12, 或者甲骨胺都可以, 甲骨胺也是B12吧, 阿姨是奇葩之奇葩, 尊重就可以了, 其实阿姨跟秦辉他们两个, 有很多都是, 他们有很多看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阿姨用, 用一种很奇葩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了, 就是用一种很奇葩, 一种更吸睛, 更有意思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最近一年前才知道刘秦, 你是何种纪元知道这两个人的? 有大小眼吗?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我们不靠颜值吃饭, 就有很多女孩子得了, 得了面摊, 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男人无所谓的, 对阿姨学刘正经, 就是秦辉的粉丝里面基本上没有极端的, 一个极端的都看不到, 但是阿姨学刘正经他的粉丝里面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极端的, 那种那种比较极端的人还, 虽然学了点阿姨学的皮毛, 但是, 应该是没有得到, 没有误到, 没有真正的理解阿姨, 可不敢不尊重阿姨学说呀, 阿姨娓娓道来可是又一票粉丝,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挺喜欢听阿姨的那个, 挺喜欢听阿姨的视频的, 天天耳机一带就是阿姨的视频, 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 也是被推送可能孙老师的视频也看很多, 孙老师的很多视频很多观点都是,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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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阿姨或者秦辉那里靠背过来的, 但是流量他的流量就比就比秦辉跟, 跟跟跟跟刘仲敬这种原创原创作者高很多很多很多, 可能可能就是人家更更更能更会做自媒体吧, 这两个都是搞学术的, 反正只要把这种学说, 把把把这种思想传播出去了, 就是鞠躬至尾,大躬一剑。 哦,是的,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兄弟们还, 我们直播间20个人还有没有关注本王这个微信视频号了吗? 哎,拿反了吗?没有, 我需要,哎,真的拿反了, 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 扫一扫这个微信视频号,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 我需要100个粉丝来开通收益。 我们油管6个月才挣了100美金, 我看看这个微信视频号能不能6个月也挣他个100美金, 就是700,700块钱吧。 Help me, please。 自媒体画地盘尿江山也。 安征明也很厉害, 我去年一直在追他。 哦,安征明我, 哦,好像好像一会儿给我推送过, 给我推送过, 就我没有点进去看, 就经常给我推送, 应该是个女孩子吧,戴眼镜的女孩子。 四面青山侧耳听, 侧耳听, 笑死我了。 嘿嘿嘿。 阿姨的很多表情, 都很有意思的。 还还还还有一期,还有一期说, 呃,说说他们大属民国。 呃,呃,呃,如果说要打的话, 只能只能跟河南碰一碰,笑死我了。 别人都打不过,只能跟河南碰一碰了。 我们很多没有微信,对不起, 因为我们拒绝微信的低俗媚学。 没事,没事。 呃,有的话就希望各位支持一下, 没有的话无所谓的。 请问自由王是不是多个手机拍摄的? 我看有时候你的视频里很多角度和方位拍摄的, 很有电影感镜头预言。 呃,是的,我现在有两个手机。 但一般都是一个手机拍的,摆拍嘛。 谢谢老陈关注啊。 谢谢老陈关注。 老陈应该早都关注了。 滚巴歪。 啥意思呀? 你看你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暴躁。 话说的更暴躁。 GoPro有吗?没有,没有GoPro。 呃,现在新出了一个拍摄设备,就是那个, 叫什么音思什么,那个英文怎么验? 我忘了什么什么360的那个。 音什么音思什么360,那个设备很好,很好的。 全景相机。 全景相机可以拍出那种无人机的感觉。 而且还可以挂在胸前,挂在脖子上拍第一人称视角。 那个设备挺不错的。 一直想买一个,那一看价格2880,太贵了。 我们油管整一年也挣不了2880呀。 我们搞了半,搞了六个月,搞了半年才挣了100美金。 幸福的秘密在于自由,自由的秘密在于勇敢。 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虽然就是, 有时候在危险的边缘疯狂事态。 但我们主要还是应该狗一狗。 先苟着再说。 价格不便宜。 是的,是不便宜。 跟哥夫说价格应该差不多吧,2880。 财富是自由的泡沫。 自由是勇气的泡沫。 勇气是信仰的泡沫。 这谁说的? 这不会是阿姨说的吧? 那个全景相机将来一定要整一个。 有一个全景相机的话,也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拍了。 要不,要不一个人没法拍,有很多镜头没法拍。 有那个相机的话可以拍很多第一人称视角的镜头。 这我应该比较喜欢看电影吧。 是的。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看了。 就是这几年都基本上没怎么看过电影了。 因为做自媒体很忙。 就是像秦辉、刘仲敬他们的视频啊, 书啊,我也不怎么看了。 也很少很少看了。 别现在别人的视频我都很少看了。 就有时候刷刷短视频,就一不小心陷进去了。嘎嘎嘎刷了很长时间。 有很多时间浪费了。 我现在我现在就基本上没有时间去涉猎新的东西了。 阿姨不说这话,阿姨科普认知。 阿姨科普认知的方式,就是令人耳目一新啊。 如果不是我以前了解过很多秦辉的思想,秦辉的学说, 看过很多秦辉的书,看过很多秦辉的视频。 阿姨说的很多东西,真的没有一定的基础,真的听不懂,很难听得懂。 而且有很多人说他的口音,很难听得懂,要加字幕什么的。 反正我听起来很流畅,我闭着眼睛都听得懂。 有空多开直播,应该很好玩。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多开直播。 就是今晚这个网络直播,速度还是挺好的,挺稳定的,挺流畅的。 能跟大家正常的交流。 有很多时候交流都困难,我看不到大家信息,不是卡什么的。 你们有机会就在油管多直播吗? 这是哪儿?这是我老家。 洗完澡看你还在,忍不住还是上来与你聊天。 谢谢,谢谢,多谢支持。 这两年看了不少美剧,超喜欢《古战场传奇》这部穿越剧。 《古战场传奇》这个我还没看过。 第一次听到这部剧,这部剧我可以搜来,到时候搜一下看一看。 应该有很多电影解说的,电视剧解说的。 是的,一开始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真的没有一点基础,没有点。 是真的很难听得懂的。 现在好了。 嗯,就今今晚,就今晚感觉比较好。 就昨天晚上直播都不行。 就今天晚上。 B站很多视频和油管并不同步。 是的,B站我有一段时间都放弃经营了。 就有一段时间一点流量都没有吗? 一点流量又没有,我有坚持更新了一年多。 还是老样子。 所以我就放弃了。 现在我又换了一个新号。 也在上传视频。 也叫自由王威导哥。 那个老号。 我很久没登录了。 问一下,支付宝花费什么时候额度能到一千。 他不是应该开局就有一千吗? 那个支付宝花费我早都关了,早都不用了。 形成那样的消费习惯不好。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 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 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 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 这是阿姨经常说的一句话。 这部剧又叫外乡人。 外乡人好像听说过,是听说过。 到时候抖音上素来看一看。 看一看电影解说。 抖音西瓜视频都有啊,都有。 我全网的名字都一样。 都叫自由王vlog。 如果特点是瞎聊尬聊也是特点。 瞎聊尬聊也是特点。 支付宝开局100这么低吗? 我支付宝好像都有好几万了吧? 好几万了。 这种提前消费的习惯不好,兄弟们。 我早都已经现在了。 形成这种消费习惯很难搞。 花钱的时候没感觉。 还钱的时候很头疼。 B站和小红书平台策略就是一纸大号产生。 是这样吗? 那也不至于就是他的流量推送机制感觉很奇怪。 就是刚开始流量很多。 突然就悬崖式下跌,直接跌到谷底。 然后又一直在谷底,就没没没没在波动过。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看有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换号在搞B站。 所以我也换了个号,试试。 感觉效果并不怎么样,还老样子。 但是,之所以还在B站更新的一个原因就是B站的粉丝,粉丝黏性比较大。 他们看视频比较认真。 小红书嘛。 现在更新小红书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小红书女孩子多。 上次那个日节恋爱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在小红书上联系的。 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茶。 是啊。 还钱可太痛苦了。 你的原始知识系列已经可以了,可以瞎聊尬聊了,经常直播,加油。 OK,只要这个网络没问题。 一个是这个网络问题吧,还有就是这个VPN的问题。 这两方面没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流畅交流的话, 就可以在油管多搞搞直播。 头部的大号不都是官方豢养或者收编的吗? 这个咱就不太了解了。 人生不用太复杂,看你视频就是觉得你的气质与别人不同,做你自己就好。 我以前的想法就是做自己。 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自己。 但是,结果很难搞,就是这个流量做不起来,就很难搞。 我现在想法就是我们先搞一些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先把账号做起来。 有实力了,有资本了,我们再继续做自己。 上海出租屋这种条件,你回老家之后就感觉回到解放前,或变成古代。 你能适应,比如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空调,没有网络。 当然可以了,因为这是我的家呀,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啊。 我还记得我们家,连电都没有呢,没有灯,我还记得呢。 小时候家里还有枪呢,我还记得我们家有枪。 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人都不太了解。 曾经中国公民也是可以人人持枪的。 我都记得。 维尔说的是,有条件当然人人都想做自己了。 做自己勇敢闯,做自己就是爽。 但是现实会教会我们做事的。 你又回家了。 对,回家了。 我回家快一个月了吧。 我回家把买了辆摩托车。 把路打通了,能走摩托车了。 然后把网也搞好了。 你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很多人都在夸我,本王很开心。 你真想搞《昏死哥是你小弟》。 没有啊,《昏死哥》不是当代大网红吗? 超级大网红。 怎么可能是我小弟呢? 我去准备回家待多久。 我们本次回家的任务就是, 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二个通路。 通路的话,就是那个将就能走摩托车路了, 还是不行。 以后将来那个路还是要打通, 将就能走三轮车才可以。 这个暂时先放过去。 然后通往,通往已经完成了。 还有就是通自来水。 通自来水就是下一步的目标。 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洗澡了。 我们不通自来水,不洗澡,不洗衣服。 再下一个任务就是, 那个厨房要改造一下。 好,最后看情况, 看能不能把那个路打通, 能走三轮车。 就这几件事完成之后, 我在家里就没用了。 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没用了。 我们就开始出去了,出去浪了。 没网络是万万不能的。 是啊, 网络是头疼大师。 网络是最基础的东西。 没有这个基础, 其他事情都干不了。 你比他帅多了, 那是自然。 谁见了都得夸本王一生帅。 是吧, 从小夸到大。 本王是相当自信的。 你那老家实在偏僻一点。 嗯, 说实话真的不偏僻, 真的不偏僻。 这周围都非常繁华, 就我们这一段没有路。 如果有路的话, 那也是相当繁华的。 对, 就交通成本太高吗? 不远, 离大陆就2300米。 就是19年通, 拉那个光缆的时候测过, 就2300米。 如果我们山这一边, 山这一边, 他们人都搬迁, 一个整村搬迁了。 如果他们不搬迁的话, 我们走这边, 走这边就更近了。 走这边的话, 就是路更好打通了。 走现在那条路就不行, 路两边都是别人的耕地。 想修路很难, 人家就不让你过, 就没办法修。 自来水从哪里取水? 在河沟里挤了一个井, 在井里面取水。 翻翻, 我拍过一个我老爹挑水的视频, 已经到底的, 那个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从缺水的地方担到家里。 石牌强者老爹, 走200米山路挑100斤水那个视频。 摩托车8000多块钱吗? 8000多买单。 最近沧桑了, 是的, 天天在外面干活啊, 晒太阳啊, 吃的比猪差, 干的比驴多。 你这里算是山上吗? 这肯定是山上啊, 绝对是山上。 我认为你本身是有实力条件的, 这是你想怎么拿出来用。 是的, 我也觉得我的实力到位了, 我有实力驾驭更多的财富。 现在我们只需要想办法去拥有这些财富就可以了。 我又说对了。 8000多摩托车也算是你的家当了。 是的, 男人一定要拥有一辆车呀, 没车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摩托车也是全新全款拿下。 我一直想着好好拍一个介绍这辆摩托车的视频呢, 一直没有这个闲功夫。 四请太多。 这个摩托车选的还是很不错的。 本王的选择非常之正确。 哇,兄弟们, 现在已经十点了。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我也该休息了。 今天起风了, 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去优化优化线路呢。 我怕这个大风把线挂断了。 好吧, 兄弟们,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我们有机会再播, 有机会再见, 好吧。 拜拜啦。 拜拜啦。